蠟筍 其實蠟筍是非常好吃 又有營養的食物 但很多人除了炒蠟筍之外 就想不到其他方法去做 今天就提議一個方法給大家 這個叫做露筍腌肉春卷 一起嘗嘗 材料有露筍、腌肉和春卷皮 好,買一些露筍回來 如果它是這麼粗的露筍 其實我們要削除外皮 這樣就令它入口的時候 就不會太多纖維了 怎樣削呢 其實我們就把它一邊拿著 一邊這樣轉 轉 削一層是不夠的 露筍這麼粗 其實我們是要削到它深一點的 所以我們轉了一個圈之後 我們不妨再削多一個圈 然後呢 我們就煎一煎的煙肉 因為我們待會把春卷皮 包著煙肉 它就沒什麼機會碰到油的直接 那所以呢 那些煙肉呢 就不會說很香脆 那所以呢 我們事先呢 就把它 涼麵 辣辣去 令到它那些 多餘的油脂又可以滲出來 另外呢 就令到它更加香厚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煙肉 包著一條露筍 那為了令到露筍呢 中間更加容易熟呢 我們呢 就在中間切開它 每一條都是這樣做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買的那些露筍呢 是比較細條呢 那就不需要這個步驟了 就將那個煙肉 放進去這個露筍中間 這條縫那裡了 這樣放進去 然後呢 就包上包下這樣 這樣就令到呢 煙肉的那些香味呢 一定進入到露筍中間了 跟著呢 做少少調味 我們呢 可以磨些 鹽下去 海鹽 任何你喜歡的 香草 少少啦 甚至是 紅椒粉 那就是令到它非常惹味的了 那然後呢 我們拿一塊蔥卷皮 放那個 這個露筍 還有 這樣放進去 這樣就不要包含了 就是見到 少少煙肉凸出來 這樣就 靚仔很多 然後呢 我們在裡面 讓它黏住 另一邊的霜呢 其實我已經是預熱了 油的了 油的了 油溫就不用太高了 因為如果不是 放進去 它就會即時 焦了 好了 我們這樣包起來 然後呢 就先把這麼乾淨 把你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 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去確定一下 它的溫度是有多高呢 這樣就把筷子放進去 看看它們的浦泡 升上來的速度 有多厲害 其實現在這些泡泡不停吐出來 其實都已經是非常熱的了 如果你還是覺得不安心的 你就放一塊春卷皮 我們就可以把那些春卷放進去 其實這個就叫做半煎炸 我們就煎完一面,反轉它 再煎完後面,這樣就為之半煎炸 好,炸到金黃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把油磨一下 我們其實拿了一張焗爐子,炸炒它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磨掉油的效果 其實如果再燒焦一點 你可以拿起它之後 再燒熱一點油 把油裡面的水分弄走 再提升溫度 最後,翻到鍋裡再炸一炸 這樣這個春卷就不會太油膩了 這個叫做翻,即是回鍋再炸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就可以把裡面多餘的油 甚至是迫出來 這個做法是非常之好的 就不用太久了 因為很容易焦 因為那些油非常高溫 所以碰一下就可以了 好,最後我們就做醬汁了 好,沙律醬 你可以加茄汁 我自己喜歡加韓式辣醬 韓式辣醬加沙律醬 真的好吃到不得了 再加一點紅椒粉 就變成一個辣的沙律醬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怎樣可以令到沙律醬 讓它更好看 我們將沙律醬 做到一個小袋子 甚至是一個保鮮紙包著 然後我們用牙籤 把一個小洞 在一個小洞裡 接著我們就可以擠出一些很柔的線 然後就可以擠出一些很柔的線 這個露筍煙肉春卷就完成了 我們就看著我們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兩個城市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一起